大家好 哎呀这是大国关系 说到这份上也就基本上都差不多说完了 最后最后说一下说一下 说一下非洲吧 非洲呢 这个 现在的说法呢 是人类都是从非洲走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也也也跟我以前猜的 我猜这个俄国人也好 匈奴也好 西藏也好 西藏人也好 这个金人 女真 蒙古 匈奴这些人都好 都一样 都是他在生活舒适地方的失败者 被感到生活环境困难的地方 我们和欧洲人 应该是在非洲的失败者 然后不得不离开家乡 背景离乡 然后中国人呢是从东边走 沿着海岸吧 大概一直一直走到了走到了这个中国现在这块地方 然后欧洲人呢是从西边走 一直走到走到欧洲 所以呢 所以这个黑人呢 非洲的黑人啊 是当年的这个当年大概就要 若干千 甚至于上万年以前 的胜利者的 后代 生活环境好嘛 这个就 就发展就相对缓慢 这个 大家可以理解 这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少嘛 这个跟南美也有一点类似 需要解决的问题少 那么需 然后你发展的这个技术啊 工具啊 这个就相对 像这个需要就低嘛 然后时间长了 这个几代人 几百几千年下来 那就那就你就还相对原始 所以所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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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下西洋到了非洲以后呢 就无利可图吗 中国那个时候呢 还今天现在看了 这个非洲的利 就是两个了 一个是自然资源 一个是人力资源 当时呢 开始的时候呢 自然资源还还用不上 因为因为工业还没有发展了 人力资源呢 那么中国因为早就不贩卖人口了 所以所以中国社会呢 当时郑和市明朝嘛 明朝的社会这个这个奴隶市场有多大 这个我不知道啊 大概大概非常小吧 所以所以所以把黑人贩卖过来 是实在是无利可图 因此呢 这个这个这个正和下西洋就就没有继续下去 无利可图嘛 但是呢欧洲人到了非洲以后呢 欧洲的这个奴隶市场还是很大 那么后来美国的奴隶市场也很大 所以所以他们就就先是贩卖奴隶 这个得利 然后随着这个 这个工业的发展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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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要要 主要还是最早还是得需要还是传教了 因为要全世界传教嘛 你这碰到的问题也多 然后随着这个这个发展的技术也就 技术也就随着发展 解决问题嘛 解决一个问题技术就发展一点 解决一个问题技术就发展 然后就 那么儒家道家都不传教 那么遇到的问题就少 那么解决的问题也就少 他们他们到了这个非洲以后的就 贩卖人口 现在还叫贩卖人口 当年就是牲口啊 这个在美国 特别是在美国 这个黑人是和这个牛马是在一起 一个市场上卖的 都是都是牲口 分类都是牲口 那么那么他们就从这方面得利了 这个利呢 中国人是得不到的 因为因为没有没有奴隶市场 或者说或者说儒家 也好 道家也好 佛家也好 都是贩卖奴隶这件事 做不来 所以中国 即便是发现非洲 也不会这个得利的 所以正和下西洋 最后最后没有继续发展 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因为无利可图 而且呢 消耗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成本也是巨大 巨大成本又无利可图 所以也就没有继续下去了 这个也是很正常的 所以呢 这个非洲就是目前的现状 西方呢 把这个基督教传到非洲 然后随着他们解决的问题 越来越多呢 这个技术就随着发展 然后非洲的这个自然资源 又是一个有利可图的地方 所以非洲就是一个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 那么今天呢 这个农历市场已经没有了 西方也没有农历市场 所以非洲的这个这个人力资源已经不是 利益所在了 那么这个自然资源还是利益所在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 这个非洲呢 就有点像当年中国的这个这个一些一些贫困的地方了 或者说大家不太愿意去的地方 比如这个东北 东北在当年农业 但是中国的中原的农业文明的严厉 那那也是也是也是没有什么价值 厂城以外吧 关外的都都都没有什么价值 就更不用说非洲了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非洲就变成了一个怎么说呢 就有点像 陕北 金刚山江西 所以呢 一带一路是啥呢 一带一路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 世界范围的这个继续 所以所以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 和以后在世界上也是要进行农村包围城市的 这个传统 去别人不去的地方 然后呢 这个 这个从落后的地方 包围先进的地方 世界的城市呢 就是工业化的国家 世界的农村呢 就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国家 农村包围城市 就是中国的这个世界的战略 用毛主席的话说 就是三个世界的理论 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是世界的城市 第三世界是世界的农村 然后呢 中国呢 是第三世界国家 所以中国要领着第三世界国家 在那找自己的潜力 自己的未来 然后这个这个同时也开发那个地方的潜力 然后呢 然后在世界上 这个怎么说呢 崛起吧 好了 这就算说完了 以后不再说了 不再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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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